Google翻译的下载 那在手机里面下载程式是使用这个 Google Play这个 购物袋这个 点起来又到这个地方 其实最常使用口用讲的比较快 我麦克风点给它 Google翻译 好 装过在这里 那如果你有版本更新 你就要点更新 好 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第一件事情 其实呢 不是开始使用 其实它现在 如果第一次装的时候 要点右上角这个地方 你要去下载语系 如果没有装起 有些东西没有 那预设中文装 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 就可以把日本装起来 像这个 假设我要去土耳其的时候 点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 下载需要44MB 那下载完以后呢 就可以离线翻译 就是不需要网络 但是语音还是需要 就是查的时候 可以去那边把它装起来 点这个就需要一点时间 那语系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记得韩文也是在楼下 在很下面的地方 俄文 韩文 这语系非常非常多 泰文 去泰国 也可以把它装起来 这个 当然装起来就看容量 都会占容量 如果不要 是可以再把它移除 韩文在这里 假设说我今天 不会再去日本了 用不着了 点起来之后 这边可以再把它移除 容量就回来了 所以可以安装 也可以把它取消 这第一个要先把它装起来的